早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順望早市有計》 今天請來鷹業環球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陳炳強Thomas 跟我們分析一下今早大事表現 Thomas早晨 早晨 美股昨晚表現做好 看回內地股市也回升 恒指今早高開53點之後 升幅擴大了 其實在市場觀望的態度 比較氣氛濃厚的情況下 恒指短期在22,700點 維持或摘幅上落 可否維持著呢 當然 現在短時間 我相信很大機會在這個水平上摘幅上落 至於是否維持22,700點 這不是一定很大的把握 原因在於美股和內地都比較有升幅 但升幅是很小的 也不顯示到內地是否已經穩定了下來 甚至會做得好些 這個直接影響到港股那方面 既然它不凝望 港股也是不凝望 至於美股方面 雖然有進帳 因為是某個監獄人 但是不多 而且在高位的指標 顯示有壓力在 因此也不能夠寄予厚望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責幅盤回 上面2萬3千點左右 是很大的挫力 在2萬2千7也不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支持位 再下跌的話也有機會 基本上是一個上落市的架構 匯控行政總裁歐志華 昨天重申 有信心會保持現有的漸進派息政策 看回匯控股價在今個月最低的時候 見過77元流上 回升到現在大約82元的水平 你認為短期有沒有上網的空間呢 股價最近回升 這兩家人 就算是股理層有穩定排息的方面 也不是一個好消息能夠 提供一個大約動力 給股份的股價 但是為何由77元一直回升上來 至少在市場上 已經接受到在現水平的經營模式 匯豐股價在70多元的支持上網上大 延續是這樣 只要美國方面不出什麼狀況 或者匯豐不出什麼特別壞消息 不再有空間上的上升 我覺得機會是大 但是去到大約86元左右 應該的阻力都挺大 暫時我相信 匯豐股價286元為一個目標 另外想問一下國美方面 國美首季多賺2.5倍 今日的股價也借勢炒上 國美的股價由3月大約1.1萬元反彈回來 短期上升的動力有多大 國美之前已經發出了一個營起 於是股價有所反映 升了一段 又升到4月底 然後又回落 現在出現這個業績出來 看到營業收入和物業都會有改善 唯一你中不足就是 綜合運輿和運輿都仍然增加得不太多 都是好消息 但好消息的股價反應都會上升 但是之前大概一個半左右 就回落回來 今次變成這次真的好消息出來的時候 股價上升了 比較大的阻力 因此在現階段 我們以一個半左右 會有一個目標 能夠上去上去上去的機會 我覺得暫時來說 應該未具能力主義 長城汽車計劃 在俄羅斯和當地的政府 就建立這個合營公司 就投資建設整車的生產地 其實你看回這個合作 會不會對長城汽車的業務有幫助 值不值得憧憬一下 在海外擴展一個生產基地 對公司來說 當然是一個不值得擴展的同一部分 至於市場方面 也沒有說俄羅斯方面能夠幫助多手 再加上俄羅斯的汽車的需求 也不是非常令人不太憧憬 在國內的競爭競爭 由於這樣的話 在香港擴展的動作 第一就是有可能性 有所憧憬 第二就是不確定性 究竟是這樣 是否真的能夠 向外擴展 得陸能夠收益 這個正確是未知的 但短線來說 我相信市場也會接受的 使股價有所反應 是出現反彈 但之前的大列口跌下來 大約上跌32元左右 就會成為股價很大的阻力 因此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反彈的氣息 而不是一個扭轉越勢的情況 Thomas有沒有自有上述的股份 好的 多謝Thomas的分析 早市有計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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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